根结第五 这一篇一开始讲的是根结 所以以根结作为片名后面讲到了五十营 讲到了逆顺五体和行器的逆顺 齐博曰 天地相感 寒暖相矣 阴阳之道 数少数多 阴道呕 阳道齐 发于春夏 阴气少 阳气多 阴阳不调 和不和谐 发于秋冬 阳气少 阴气多 阴气甚而阳气衰 故惊夜枯稿 诗语下规 阴阳相宜 何谢何补 齐邪离经 不可胜数 不知根结 五脏六腑 折观拜书 开合而走 阴阳大师 不可复去 九真之玄 要在忠实 故能知忠实 一言而闭 不知忠实 真道贤绝 齐博曰 天地相感 寒暖相宜 阴阳之道 数少数多 天地相感 寒暖相宜 说的是天地自然之道 阴阳之道 数少数多 由天严及道 由道最中严及人 阴道藕 阳道齐 积树 偶树说的是阴阳 发于春夏 阴气少 阳气多 阴阳不调 和补和蟹 说了阴阳之道以后 又说了一个发于春夏 前面说了天地相感 寒暖相宜 在春夏的时候 寒少暖多 就是阴少阳多 发于秋冬 阳气少 阴气多 这和前面是对应着讲的 阴气圣而阳气衰 故惊夜枯稿 施雨下归 阴阳相宜 何谢何补 这说的是天道的阴阳多少 实际上人道也是一样的 就并的具体情况来看阴阳的多少 骑邪离经 不可胜数 不知根结 五脏六腑 折关拜书 开河而走 阴阳大师 不可复取 骑邪是不正常的邪 非正常的邪气影响到人体 各种各样 不可胜数 如果不知道这个根和结起于哪里 结于哪里 不知道五脏六腑之所数落 就相当于把门的关给折了 把门书败坏了 把关掰断了 门就不能正常开河 就无用了 所以经络是按条来分布的 相当于门 有不见结构 有功能 九真之旋 要在 中始 故能知 中始 一言而闭 不知 中始 真道贤绝 这是讲中始篇 该篇讲了经脉走向问题 对这句的理解也可以说是只知道旗指 相当于上面说的根结 下面具体论述各经的根和结 先讲足三阳的根结 太阳根于至阴 结于命门 命门者 木也 阳明根于立队 结于嗓大 嗓大者 前而也 邵阳根于翘音 结于窗笼 窗笼者 耳中也 太阳为开 阳明为和 邵阳为书 故开者 则肉节读而抱病其以 故抱病者 取之太阳 是有余不足 读者 提肉挽交而若也 何者 则气无所止息而为及其以 故为及者 取之阳明 是有余不足 无所止息者 真气极流 邪气居之也 书者 己古谣而不安于地 故古谣者 取之少阳 是有余不足 古谣者 解缓而不收也 所谓古谣者 遥故也 当穷其本也 太阳根于至阴 结于命门 这就是足太阳旁光经的两头 命门者 木也 墓地经民学 阳明根于立队 结于嗓大 嗓大者 前尔也 这个嗓大到底是指哪里 按马仕的注解是头威学 铜楼英医学纲目上的说法 根据后面的行文前尔来看 有人说就是人营脉 还有人说是人营在网上 在耳朵两侧 所以较前尔也 阳明之节到底在哪里 有的人说人营 有的人说大营 有的人说头威 若将嗓大驴解为嗓子 那么直颈部的动脉 似乎合适一些 绍阳根于翘音 结于窗龙 窗龙者 耳中也 这个明确说了 窗龙者 耳中也 耳前面有耳门 听功 听会三学 正中间是听功学 太阳为开 阳明为和 少阳为书 这个开字 有的版本是观 开和观在繁体字中自行是相似的 一般多认为是开和书 太阳是主表的 阳明是主理的 所以叫一开一和 少阳相当于门的转轴 是在中间的 后背是属于太阳的 是开 腹部为和 少阳是身体的侧面 为书 这样的话 开和书还是好理解的 顾开者 则肉节毒而 暴病其矣 太阳出了问题了 起病急咒 顾暴病者 取之太阳 是有余不足 所以暴病的时候 从太阳制 像突然感冒 雾寒发烧 这些都是暴病 毒者 皮肉挽焦而弱也 肉节毒就是肉节的柔弱 何者 则既无所止息而 伪及其矣 顾伪及者 取之阳明 是有余不足 下之无力地 并取阳明 无所止息者 真气急流 邪气居之也 真气不走了 邪气过去了 书者 挤骨遥而不安于地 顾骨遥者 取之少阳 是有余不足 骨遥者 解缓而不收也 骨节之间没有力量 走起来摇摇晃晃 所谓骨遥者 遥顾也 当穷其本也 骨遥就是看着身摇晃 穷其本 往里找根源 是骨头立不住了 骨头为什么立不住了呢 是关节不紧了 这是对足三阳开合书出现折损以后 不同病症的描述 这就是变根结 变开合书的病 或者说是足三阳病的分辨 是经络辩症的一个方面 下面说的是足三阴 太阴根于尹白 结于太苍 少阴根于涌泉 结于连泉 绝阴根于大墩 结于玉婴 墨于山中 太阴为开 绝阴为和 少阴为书 不开者则苍领无所书 格动 格动者 取之太阴 是有余不足 不开者者 弃不足而生病也 何者 急弃绝而喜悲 悲者取之绝阴 是有余不足 书者 则慢有所节而不通 不通者 取之绍阴 是有余不足 有结者 皆取之不足 太阴根于尹白 结于太苍 太苍就是中满学 根都是从最少上的第一个学开始的 少阴根于永泉 结于连泉 连泉的位置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和现在的标准定位一样 绝阴根于大墩 结于玉婴 墨于山中 绝阴除了结以外 还有各落 玉婴 多数住家说是玉堂学 在单中学上1.6寸 太阴为开 绝阴为和 少阴为书 这个开同样也有版本说是个关字 不开者 则苍领无所书 格动 格动者 取之太阴是有余不足 这个格动是什么意思 太阴就是一个仓 仓毁坏了 东西就成不住了 粮食就往下漏 像个洞一样 上面一吃 下面就泄了 极所谓的洞穴 顽骨不化 骨开折折 气不足而生病也 气不足 不能存住 都漏下去了 和折 急气绝而喜悲 悲者取之绝阴 是有余不足 好威 考虑是绝阴和的病 所以一般的情绪变化 从肝治的多 从肺治的少 虽然肺主杯 肝主怒 绝阴的经脉折后 喜悲 可以从绝阴来治 看有余或不足来定补谢 书折 则迈有所结而不通 不通者 取之绍阴 是有余不足 有结者 皆取之不足 有所结是什么意思 有结者 皆取之不足 前面说了迈有所结而不通 迈怎么样叫结 本来迈很滑顺 跳着跳着歌咚拌一下 是心率不齐 致迈结代在伤寒论里有方 致甘草汤 其中重用的是生地黄 生地黄是大补的 补烧阴 所以看到心率不齐的时候 出现结迈的时候 一定要注重补谢 不能弄错了 不能弄混了 昨天一粒防颤 伏地高薪的病人电话来问 是否把那个西药全停了 我说要看吃的怎么样 逐渐停 他吃了这几副药 全身症状改善得很好 好了以后才可以考虑给他减量 直至停息药都可以的 如果只给他强心 不从根本上把血脉不通改善过来 那就不行 所以从经典上的一句话 要联系到所学的经方 联系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和经科要略 就可以看到 经方所根据的理论 并不完全是内经之外的 有的人说经方是本于汤叶经的 而内经基本上是真经 甚至有的人说 张仲景根据的理论用内经解释不通 内经对于解释经方是不管用的 如果从这句来看的话 这些说法就不对 这是从少阴为书的麦节 说到了经方制麦节的理论与内经一致 下面谈到阳经的所入之处 足太阳根于智音 溜于金谷 助于昆仑 入于天柱 飞扬也 足少阳根于翘音 溜于秋须 助于阳府 入于天荣 光明也 足阳明根于立队 溜于冲阳 助于夏陵 入于人营 风浓也 守太阳根于少泽 溜于阳谷 助于小海 入于天窗 知正也 少阳根于观冲 溜于阳池 助于之沟 入于天有 外观也 守阳明根于商阳 溜于河谷 助于阳西 入于浮屠 天立也 此所谓十二经者 圣落皆当取之 足太阳根于智音 溜于金谷 助于昆仑 入于天柱 飞扬也 溜于金谷 金谷是元学 昆仑是金学 飞扬是落学 所入有二学 一是落 二是在上的学 以下的格式相同 就不足一说明了 足少阳根于翘音 溜于秋须 助于阳府 入于天荣 光明也 这个和前面是同一个格式 说的是落学 落在光明 所入之处 常常就是所落的地方 足阳明根于立队 溜于冲阳 助于夏陵 入于人营 风龙也 向上入道头 吉人营学 落是风龙 守太阳根于少泽 溜于阳谷 助于小海 入于天窗 知正也 这个也是入道上面去的 少阳根于观冲 溜于阳池 助于之沟 入于天有 外观也 阳经在头部所入的那几个学位 都是标志性的经脉所在之处 守阳明根于商阳 溜于河谷 助于阳西 入于浮屠 天立也 此所谓十二经者 圣落皆当取之 对十二经的落 看到圣的时候 都可以取 落所初入的地方 除了其落学以外 还有头部的那几个学位 这讲的是十二经的根结和落学 一日一夜五十银 以银五脏之经 不应属者 名曰狂生 所谓五十银者 五脏皆受其 持其脉口 竖其置业 五十栋而不一带者 五脏皆受其 四十栋一带者 一脏无气 三十栋一带者 二脏无气 二十栋一带者 三脏无气 十栋一带者 四脏无气 不满十栋一带者 五脏无气 与之短期 要在中世 所谓五十栋而不一带者 以为常也 以之五脏之期 与之短期者 诈数诈书也 一日一夜五十银 以银五脏之经 不应属者 名曰狂生 一日一夜 迎气运行五十周而复大会 然后五脏之内的气血都灌输过来了 不应属者是说不是这五十周的 运行不到五十周的叫狂生 对狂生 马氏的解释是侥幸而生 侥幸而生和狂生意思上差别很大 这个狂有望的意思 望就是不真实 那不真实的生是什么 就是说这种生命的状态并不是健康的 也许是看着很健康 而里面已经存在着暗基 再一个可能是这人虽然活着 但奇数不是自然之数 那是什么情况 现在有典型的例子 如心脏安了起勃气 心跳的质数是很标准的 但是那个数并不是本来人体的数 而是设定的数 看真实的脉都没法看 脉的表象始终是比较好的 所以狂生只能说是一些不真实的血脉循环情况 而所谓五十嬴者 五脏皆受气 持其脉口 竖其至也 五十嬴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五脏受气呢 这里说五十嬴是寸口脉搏洞的次数 五十动而不一带者 五脏皆受气 任何时候摸脉搏五十次 没有出现心律不齐的情况 这就叫五脏皆受气 四十动一带者 一脏无气 三十动一带者 二脏无气 二十动一带者 三脏无气 十动一带者 四脏无气 不满十动一带者 五脏无气 据带脉出现的多少 看内脏气的多少 带脉的发生越频繁 并就越严重 五脏无气不可能是五脏完全无气 如果五脏完全没气的话 人就不能活了 这里提出一个标准来 通过数心律不齐发生的频率 而断定脏腑受其虚损的情况 并提出了数值标准 这个标准是否完全真实 这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作为临床诊断手段必须有标准 像现在的中风预报 血液流变血的一些检查 要计算心脏美搏输出量 血流的速度 洁面积血流量等 这也是完全按照外周的表现 通过一个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 作为一个标准来推测 古今医学在方法上是一样的 虽然表现形式上看上去有些差别 与之短期 要在中时 所谓五时动而不一带者 以为常也 任何时候连续摸五时下 而不出现代脉的 这是正常现象 以致五脏之期 要知道五脏有脊脏坏了 与之短期者 榨树榨树也 忽快忽慢 虽然不是带 但心率不均匀 这就可以推测五脏之期了 五脏之期怎么算 后面会讲到根据五行来推算 也是一个理论上的方法 皇帝曰 你顺无体者 严忍骨节之大小 肉之尖脆 皮之厚薄 血之轻浊 气之滑涩 脉之长短 血之多少 经络之术 予以之之矣 此皆不以皮肤之视也 浮王公大人 血是之君 身体柔脆 肌肉软弱 血气飘悍华丽 其字之徐己浅身多少 可得同之乎 喜伯达曰 高粱书获之位 何可同也 气滑即出吉 其气色则出池 气汉则真小而入浅 气色则真大而入深 身则欲留 浅则欲己 以此观之 此不一者 身已留之 此大人者 未以徐之 此皆因其飘悍华丽也 皇帝曰 逆顺无体者 严忍骨节之大小 肉之尖脆 皮之厚薄 血之轻浊 气之滑涩 脉之长短 血之多少 精末之术 鱼乙之之矣 此皆不以皮肤之视也 查形体的时候 看哪些方面 看骨节大小 看肉的尖脆 这个脆就是弱 即看肉适应的还是软的 看皮肤的厚薄 骨 肉 皮 血 气 脉 精 末 八个方面都要仔细观察 这是说普通人 不一 劳动人民 腹王公大人 血是脂菌 身体柔脆 肌肉软弱 柔脆和软弱对举 是同一个意思 血气飘悍华丽 其次之徐吉浅身多少 可得同之乎 这里特别提出来 少数生活条件优越的人 和普通人不一样 在治疗的时候 是否按照常规标准来治疗 喜伯达约 高粮输货之味 何可同意 吃精米白面 山珍海味和吃粗茶淡饭 野菜 味道哪能一样呢 吃的饭不一样 人的血气也不一样 气滑吉出吉 其气色则出池 气汗则真小而入浅 气色则真大而入深 根据气的滑色 来决定留针时间的长短 根据气的汗吉或色质程度 来决定用针的大小和深浅 出针的快慢 要以实际为根据 不能够把这个标准看死板了 标准适取大多数人的平均数 即所谓中人之度 而具体操作的时候 若有变化 以实际为准 实际操作又不离这个大数 这是讲普遍和个体的问题 深则欲留 浅则欲疾 看着肥肥的 部位很深的 不容易得气的 就深深地扎进去 多留一会儿 如果是小孩子 瘦瘦弱弱的 一把能掐到骨头的 就浅刺 赶快出针就行了 以此观之 次不一者 深以流之 次大人者 未以徐之 不一之人皮操肉厚的 肌肉发达的 隔气不容易的 就深以流之 王公大人 白白胖胖 柔柔弱弱的 特别怕痛 里面血液循环比较好 轻轻一次就行了 此街阴气飘悍华丽也 那时候的大人 即便是养尊处优 出门坐马车 如秦朝 即便有官道 一定比现在 在柏油马路上 坐汽车要颠簸得多 而吃的东西 估计不比现在差 一个诸侯 有多少户攻着呢 足够吃得很好 孤立请闲事的时候 用铺轮 是为了减震 在车轮子上包上铺 说明平时的车 还是颠簸的 坐在车里 车马颠簸劳累 人在上面晃着身体 也算有劳动 现在车身比较重的 汽车在柏油路上跑 基本绝不出颠来 人往车里一躺 就像是一滩泥一样 人舒服了 但是气血 骨节得不到锻炼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那时候的人养得再好 体格也不比 现代的人更弱 现在一般的人 重体力劳动少了 像在办公室工作的 一些白领 光是服按工作 也许比那时候的 王公大人肉还要脆 皮还要弱 那时候住宿条件 再好也没有玻璃 密封条件为现在好 即便是宫殿 也没现在好 所以现在 重体力劳动者 在减少 在针灸治疗上 刘真 如果还按照计算出来的数 留28分48秒 就是无据的猜测了 这个刘真的时间 是近代有搞针灸实验的人 根据五十英推算出来的 说在28分48秒内 人的气血症好运行一周 要知道在皇帝的时候 就不是这么值得 这个数是想象的 既缺乏实验根据 也缺乏经典依据 是对经典的一种片面曲解 是不可信的 实际上我们这里都见过在别处物质的病里 因电针留半小时左右 出现浑身怕疯 这就是留针过度了 过度就泄气 皇帝曰 行气之逆顺奈何 习博曰 行气不足 并气有余 是邪圣也 即邪之 行气有余 并气不足 即补之 行气不足 并气不足 此阴阳气聚不足也 不可次之 次之则重不足 重不足则阴阳俱节 血气皆净 五脏空虚 筋骨髓枯 老者绝灭 壮者不复已 行气有余 并气有余 此为阴阳去有余也 即谢其邪 调其虚实 古曰 有余者谢之 不足者补之 此之为也 这一段谈行气之逆顺 皇帝曰 行气之逆顺奈何 习博曰 行气不足 并气有余 是邪圣也 即邪之 行气有余 并气不足 即补之 行气和病气是相对而说的 然后论有余和不足 补屑随之 行气有余是什么 表面上看狠壮时 但有病以后身体虚弱 不能认为是行上是狠壮 病情清淺 硬气不足不是病清淺 而是病了以后 见其虚 行气不足 硬气不足 此阴阳气聚不足也 不可次之 次之则重不足 重不足则阴阳俱节 血气皆净 五脏空虚 心骨髓枯 老者绝灭 壮者不负疑 阴阳气聚不足 简不足的不能用泄法 后面提到了阴阳俱节 血气接近 所以这个阴阳是指血和气 血气进了后 从五脏到筋骨 再到水 都是哭的 老年人可能从此就亡了 威胁到生命了 壮年人可能从此续下去以后 就难以恢复了 用针制成这么严重的情况的 我没见过 但见过用药后 壮者不负的 也不是永远不负 用肝药给调过来了 一个不是医生蛋糕保健的人 用刺血拔罐 可能听说别人有用刺血拔罐治好的 在家里给别人连着刺了20天 弄得病人浑身怕疯 怕冷 这可以说是壮者不负 我后来用中药给调的恢复了 假如说不用药治的话 那就不负了 还有一个银血病患者 是银行职员 用西药治疗 抑制免疫 吃了以后病好了 好了以后 也是阴阳巨不足 面色伟黄 食欲不振 销售怕冷 说话都没力气 这人个子不矮 但体重不到100斤 手上干枯 银血病是再也没犯 找我看的时候 已经是病后七八年了 也是用肝药调制 调好了以后能吃饭了 身上觉得发热乎 但也没胖起来 一直到四五年后 他带着他母亲来看病 我看他形象变了 终其恢复了 吃饭好了 脸也胖了 说话也有力气了 面色好看了 这就是以肝药调制的结果 行器有余 病器有余 此为阴阳巨有余也 急卸其协 调其虚实 有余的就用卸法 所以是后面总结 谷曰 有余者卸之 不足者补之 此之未也 反复强调补卸的重要性 要看性 看气 根据病器的有余 不足来进行补卸 一方面是看病血 另一方面是看人体本来的素质 平时的虚实情况 来决定是补还是卸 谷曰 此补之逆顺 真血相拨 满而补之 则阴阳肆意 肠胃冲锅 肝肺内 阴阳相挫 血而卸之 则经脉空虚 血气洁枯 肠胃 屁 皮肤薄着 毛凑腰胶 语之死期 谷曰 此补之逆顺 真血相补 真次不知道该补还是该谢的时候 可能流血 也可能好真气 满而补之 则阴阳肆意 肠胃冲锅 肝肺内 阴阳相挫 对食症勿用补的方法时 只能补的阴阳肆意 肚子也胀了 里面更实了 阴阳相挫 外面的气进到里面去了 里面的气到外面来了 外面淤血 内里发热发胀 这都属于误补的情况 血而卸之 则经脉空虚 本来是虚症 还用卸法 导致经脉的空虚 比如说卸血的方法 我就见过其他的人物用的实力 血气洁枯 肠胃 皮 皮肤薄着 毛凑腰胶 与之死期 屁 出现皱疊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皮肤也看着薄了 没肉了 毛发也是干枯的样子 我说的那个银血病患者 当然他不是被真物质的 是用药治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情况 皮肤很薄 很柔弱 皮包着骨头 特别瘦 胃肠的消化功能也不好 这就可以叫肠胃 屁了 最典型的胃镜下看到的胃粘膜脱落 皱在一起 叠在一起 那是真正的 屁了 还有反复用卸药的 导致脂肠脱垂以后套叠在一起 这不是通常说的肠梗阻 而是脂肠套叠综合症 因为反复的卸使脂肠的黏膜松弛了 松弛后脱落下来 就像衣服皱疤了一样 堵在肛门那里 老想解大便 但解不出来 越用卸药越厉害 这就是很典型的肠胃 屁了 顾曰 用真脂药 再欲治调阴雨阳 调阴雨阳 精气奶光 核形语气 使神内藏 顾曰 上宫平气 中宫乱脉 下宫崛气微生 顾曰 下宫不可不慎也 避神五脏变化之病 五脉之应 经络之时虚 皮之柔粗 而后取之也 顾曰 用真脂药 再欲治调阴雨阳 调阴雨阳 精气奶光 核形语气 使神内藏 看看人的行之有余不足 弃之有余不足 该补则补 该谢则谢 这样能保存人的神 神者 血气也 保存神就是保存血气 后面是一个结论性的论述 顾曰 上宫平气 把有余的谢了 把不足的补了 中宫乱脉 中宫把脉调乱了 使阴阳内外相乱 如手脚发凉 发热 肚子发胀 发空 这叫乱脉 下宫崛气微生 下宫给人谢虚了还不知道 若再继续谢 就会威胁到生命 顾曰 下宫不可不慎也 要是不知道虚实的诊断 就要慎重的治疗 所以 必审五脏变化之病 要看五脏是怎么变的 怎么化的 变在外 在五体或者五官 化在对五色的观察 五行的认识 五脉之应 判断应在哪个经络上 经络之时虚 皮之柔粗 而后取之也 看看经络之虚实 看皮肤是柔软的还是粗糙的 以此来判断是虚的还是实的 这是说在下针之前 必须要做仔细的诊断 通过观察外在的五官 五色 行气等的变化 知道血气的有余或不足 进而断定是在哪一脏 哪一经 哪一落 然后再取之才能行 所以讲行气之逆顺 讲五体之逆顺 实际上是在反复讲不同层次上的仔细诊断 像今天换腰痛了那个23岁的胖小伙子 他说是痛 你看着是左侧的腰高起来了 要摸摸右侧 他说是右侧的病 你要细摸 摸了就知是在皮还是在肉 我摸了后知道是在皮下的一个硬的结节 从外面看不出来 不像瘦人 虽然夏天是能看见血落扩张 但再次的时候 连着刺五针 那一针出现了 里面就是一个小的落脉结局 成了疙瘩 刺后变软了 但另外一个地方有变化了 就追着经脉的气来刺 所以一个地方受了伤以后 引起小的血落的扩张 鱼姬 五通 挤压着周围的经 或挤压内在的经 甚至可以引起从腰一直到颈的痛 怎么引起来的 错动了一点以后 脊柱就偏歪 两侧的椎间的结构就不一样 吃力不平衡 时间一长 见骨质增生 肌肉紧张 钙化 最终导致椎间盘的结构不稳 骨质增生压至神经以后 整个太阳经上上下下都有会并变 这就是内经说的邪克余落 然后压起经 经不通 顺着经的地方都病了 这有实实在在的解剖学基础 从这个实例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次 是那一处的结局的通 这就是解决问题